我总跟你们说 一直买鱼一直爽 但很多时候一条好鱼 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 上次那个一米缸的蛇被我出掉之后 我满脑子都是蛇 我出门在耍手机 我吃饭也在耍手机 就连躺着都在耍手机 刷完了鱼上的朋友圈 我又去拜托朋友 问完了朋友 我又在刷抖衣 深怕错过一条好蛇 不过经过一番努力 终于找到了一位玩家朋友 要出一条好蛇 所以今天 他来了 就已经在这个箱子里面了 这样蛇已经到我们手上了 这里面还有一只小的歌 从上面拍 看见鱼 好了 在鱼缸入缸 然后我们先让它适应一下环境 恢复一下状态 等状态出来之后呢 我再跟大家拍 你头发上淡淡青草响起 变成了风才能和我相遇 你的目光 就发成云 在下场雨 我才能够靠近 好了 其实要蛇呢 在鱼的手里是可以咬钢的 在我们这边呢 还在一个恢复的阶段 所以我们就先不折腾它了 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鱼缸的设置吧 然后刚刚你们看到那段拍摄呢 是只用了这一根马硬的增研 后面这个暖风的我是没开的 因为我想要一个比较深邃的效果 然后鱼缸的尺寸是一米乘以五十乘以五十 这条蛇呢也比较小 才二十二三公分 然后过滤的话用的是一个深深的绿筒 加一个钳制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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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